生已孤明 炫气豪 死有虚伪 祸而操 既无豪雨 已无过 却有福子 挥夜涛 四野逃亡 空薄雾 千年嗔恨 说根苗 想因过子未侵赌 一夜愁天 血并茅 书接上文 上文说 咱们说道 这个吉之陀圣母在萧家庄夺舍范氏夫人 结果呢 身怀有孕 不是别物 就是那朵将士林凡的穷花 这边呢 华光天王便由天下再次朝拜火焰王光佛 火焰王光佛给他指点迷津 说玉皇大帝兴兵要来捉拿于你 华光呢 就向这位火焰王光佛讨个主意 火焰王光佛说 你赶紧再次投胎吧 华光又问 弟子这次什么时候去呢 火焰王光佛说了 不能早不能晚 就是今天 而且火焰王光佛还说了 想当初在灵山 你还是妙吉祥尊者的时候 因为你一时失手 烧死了毒火鬼王 所以你才将士林凡来进行应节 当初呢 如来赐给你武通 这次投胎啊 你这武通都去投胎 总归做一个异胞胎 变成一个肉球的模样 等到把你生出来 华光心说 这是什么意思呀 啊 师父啊 凡人哪里知道肉球里边的事呢 一定知道我说是一个怪胎 到时候不肯把这个胞胎割开 把我愣到荒郊野外 不就害了我的性命如何了得呀 这位火焰王光佛说了 你放心前去 你和你这武通去投胎 武包胎生到一个肉球里 我随后就来搭救你 为什么这么安排 天机不可泄露啊 华光呢 听了自己师父指教 当下化作五朵金光 飘飘荡荡随风飞舞 就来在了南京辉州府 物源县萧家庄 这个化光化作五通金光 在云头 看见这个萧家人 底下这些管事的家奴雁公 在这自然自语 说是府中的安人 怀胎已有二十个月 时到今日还未分娩 化光在云头上自思自想 这个安人怀胎二十个月 到现在还没生出来 恐怕呀够呛了 要不然我就在此处投胎去吧 三经十分 等到这位萧家庄的范氏夫人 安睡以后 这五通五朵金光 化作了一团白光 滚入了范氏安人的腹中 这位安人呢 当然咱们都知道是假的 乃是吉之托圣母 借了这位范氏夫人的身子 这位范氏夫人一醒 顿时觉得腹中疼痛 就叫醒了自己的丈夫 萧张哲萧水公 萧张哲起身 一看自己的安人 是疼得满床打滚 赶紧准备下了香猪之马 当天祷告 期望上天保佑母子平安 最好呢能生个男孩 接续我们萧家的香烟 这边这个萧氏长哲 正在这祈祷 里边侍女出来 报告长哲说 老爷呀 安人他生了 长哲这边就问 哦 夫人生了 这生了个是男 生了个是女呀 这个侍女就说了 哎呀老爷呀 这生了也不是男 也不是女 啊 不男不女 莫非是个泰国人 妖不成 是女言说 老爷呀 您有所不知 刚才 安人生产 生下来的 好像是个篮球 又好像是个牛肚 长哲一听 什么生了个牛肚 来来来 赶紧把客厅上 我那火锅给我端过来 还有酱豆腐 雪菜花 我这就涮了他 家努院工 联盟拦住 哎呀 老爷爷 你别胡说八道 这是安人生的 你快点进去看看吧 这个消长者 进面一看 果然是一个牛肚一样的东西 就这么一团 这个长者呀 直作压花子 哎 我说吃了吧 你没有不让我吃 扛出去 丢在河里 不要让外人知晓 被人耻笑 一个家童领命 就把这个牛肚抬出去 扔在河里 可是没想到 这边扔在河里 这个牛肚咕噜噜 这么一滚 又滚上岸来 这个家童一看 这玩意儿是个活的 当下是大惊失色 我去你的吧 一脚又踢到河里 刚踢到河里 这个牛肚一滚又滚上来 如此来来回回 就感觉跟中国男族踢球踢不进一样 当下所有的家奴院工是大惊失色 慌忙回报长者说 哎呀 老爷呀 这个东西不得了啊 我们把这个牛肚踢到水里边去 他又鼓了上来 如此数次 而且我们想把它扔在那吧 他还能跟着我们走 你说这玩意儿可怎么办呢 这位嚣张者心说 哎呀 既然扔到河里不成 找个地儿埋了吧 然后呢 这个嚣张者 把手一背 二字转入房中 说完呢 这些家童 院工 就扛着这个牛肚 想去埋在哪 可问题是呢 平时这个土地也能挖的洞坑 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个坑也挖不下 而且好容易挖出坑 把这个牛肚放到坑里去 正准备往上填土 这个牛土就跟个皮球一样的 崩崩就蹦上来了 这帮家奴们试了好几次 还是这个样子 没办法又抬回家中 这个嚣张者 嚣水公 是闷闷不乐呀 守着这么一个老大的牛肚 拿他没办法 正在此时 外边来了一个老和尚 说这和尚是哪来的呢 不是别人 正是火焰汪光佛 这个萧水公 萧张者 在堂前和和尚 打了个弓 施了个礼 张者回礼说 哎呀 长老佛驾光临 不知有何建交啊 和尚说了 哎 阿弥陀佛 贫僧乃是游方的僧人 看贵宝庄有一大喜事 特来化缘 长者说了 我说和尚啊 今天要摘菜没有 要牛肚 我这有一个 可是不知道你吃不吃啊 和尚说了 哎 施主不必说笑 只要粗茶淡饭 我转身就走 这个长者这会儿正烦着呢 后堂洗脸盆里 还泡着一大个牛肚呢 当下这个萧水工呢 也没有好脸 就说了 哎呀 和尚啊 我今天还有事要干 要不然你明日再来如何呀 这个火焰 王光佛变的和尚就说了 善哉 善哉呀 长者 您平时也是乐善好诗之人 贫僧今日来贵府化差 为何百般刁难呢 这位小家庄的员外听到这儿啊 是一身长叹 哎 和尚啊 大师啊 我实话和你说了 老夫往日乐善好诗都因为我膝下没儿没女 也不是说我今天就小气 这里边有个关节 我说给你听 我今年四十来岁 没儿没女 所以平时是摘记乐善好诗 今年啊 幸亏我这个夫人怀了孕 没想到一怀就怀了二十来个月 今天正是分娩 她要是一儿 我也喜不自生 要是一女 我也有了半子之靠 没料想啊 没料想 生下来不是儿不是女 生了老大的一个牛肚 倒好像是一锅毛血旺似的 哎 我让这个家里底下人吧 想扔到河里 可是手下人扔进去 他又上来 扔下去 他又上来 而且呢 这玩意还能跟着走 恐怕是个妖鬼啊 所以我现在正心烦 还想着怎么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东西 所以呀 让长老和尚你明日再来 要不然我今天晚上家宅不安 我呀也没心情和你说这些呀 和尚听完哈哈大笑 师主 此物不叫牛肚 不叫百业 不叫心肝脾肺肾 乃是先天生就的肉球 是一个灵胎呀 这个嚣张者说 啊 灵胎呀 那既然是个灵胎 我要它何用呢 我是能把它蒸了 能把它煮了 一把盐 一把味精 一把辣子面 给它盐上吗 和尚言说 哎 师主 休得玩笑 张者年近四十 西夏无子 今日连有五位贵公子 一起出生 张者说 哎呀 师父 您不要开玩笑了 别说五个公子了 我这一个还没看见呢 哪有五个在哪 和尚言说 这个灵胎肉球之内有五个孩子 这个长者萧水公 那自然是不相信 火焰王光佛变作的这个和尚就说了 啊 师主 你若不信 我用戒道破开来 你千来观瞧 和尚说完 三步两步闯进内堂 拿手在这肉球上 刺的这么一滑 里边果然盘腿 坐着五个孩子 这个长者萧水公 是大惊失色 和尚言说 啊 师主 不被惊慌 这乃是五尊菩萨呀 有朝一日 他要是成功上天 长者必有一番功德 这也是报答长者不失之念 这么一说 这位萧水公萧长者 这才喜行于色 和尚说了 师主 今天乃是九月二十八 是他们弟兄五个人的生辰 我呀 就替你这五位令郎取个名字 也算是一番机缘 萧水公说 好啊 反正我这念书十字吧 反正也差点意思 给孩子起名呢 怕也起不好 无非是什么 这个啊 狗圣啊 是吧 烂七八糟这样的名字 既然师父愿给孩子起名 那您就赐名吧 于是呢 和尚就替这五个孩子起名 大的名叫萧显聪 老二叫萧显明 老三叫萧显正 老四叫萧显智 老五叫萧显德 给这五个孩子取完名 和尚又说了 啊 师主 五位贤公子 这个藏府与凡人不同 长者不明白 说 这个肚子有什么不同呢 这个藏府就是肚子 说这个肚子有什么不同呢 难不成这个肚子是个牛肚吗 和尚说 哎 张哲不必说笑 凡人的藏府乃是皮肉所生 令郎 这五位公子的藏府各有一样 乃是金轮藏 银轮藏 铜轮藏 铁轮藏 化光藏 由此辨别 张哲又说了 哎呀 师父啊 今日生下这五个小儿 他在我这家里 你又要干什么呀 难不成说 他要把我这家拆了吗 张老颜说 啊 师主 不必惊慌 因为你这五位令郎都不是凡间人物 所以三日便能言语 长城之日定会有四位公子辞别而去前去修行 有一位会在家里待着这一位随他怎么辩都可以这位是谁呢 就是化光前面四个都是他的武通所化 长者说了 哎呀 师父啊师父啊 要不是你答疑解惑 我这里险些错过林儿 听完以后欢心大悦留着这个和尚就要用餐 和尚说了啊 师主 贫僧此间事已了 尚有一事要办 不敢相扰 容日后再拜 转身一跺脚 一道金光向东南而去 嚣张者知道这位和尚也不是凡人 嚣张者呢 就带着这五个生下来的孩子入内堂去见他母亲 他母亲这个范氏夫人说了 哎呀 你们五兄弟是一胞胎 刚巧我又生了一个女儿 这边这个老五 萧显德就是咱们说的华光天王 那为了说书方便 咱们还管他叫华光 华光就说了 啊 娘啊 这投胎的时候 只有我们弟兄五人怎么又来一个妹子呢 他母亲就说了 孩儿啊 孩儿啊 你要不信 现在后臂 转身就出了一个粉雕玉琢的 小姑娘出来相见 也是刚唠声就会走会动会说话 见风就掌 华光天王是谁呀 打开天眼一看 原来却是琼花宴上的那朵琼花 千来投胎呀 哎呀 这也算是三生时尚 旧朋友 有这么几番 姻缘 于是就对自己母亲说了 啊 这个妹子呀 可以取名叫做穷娘 他母亲说 哎呀 穷娘 穷娘 好啊 就叫穷娘吧 就算穷了为娘 也不能穷了你们几个 还不是那个穷 那么长者说了 哎呀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呀 想我和你娘半辈子 没儿没女 今日一下子生出你兄妹六人 可以同出堂开宴作乐 一会亲友 这边那四个大儿子就说了 啊 爹呀 娘啊 华光同妹子在这儿服侍父母 我们哥四个可要走了 啊 你们要上哪儿去呀 啊 挥禀爹娘 我们要前去修行 等到功德圆满 迎请二老爹娘同往西天灵山 得逞正果 因为前面这个火焰王光佛 变的大和尚呢 跟这个嚣张者也说了 所以这个嚣张者呢 也明白这四个儿子留不住 所以当下就说 啊 既如此 我们也不强留 你兄弟可要孝顺 好好修行 不要让我们挂念 聊了会儿天 这四个大点的孩子 辞别父母 嫁云而去 就留下最小的肖显德 这辈子他叫肖显德 其实还是化光 还有自己这个小妹妹穷娘 在家照看父母 也有儿了 也有女了 有儿有女凑起来就是一个好 这个肖长者 肖水公是喜不自生 当下大盘艳艳 邀请宾棚 哪里知道这个肖水公肖张者 有了儿女 可是一场潜在的祸事 即将发生 我们下回分解 有什么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